i go 歡迎到了 很多人會買禮盒 獨家訂製的專屬禮盒 最有誠意啦 要為您介紹這家手作餅乾店 它有龍年的專屬餅乾禮盒喔 除此之外 只要提供客製化的模具 包括了名字 LOGO 圖像 Icon 從中頭可以變成客製化 你喜歡的餅乾樣式 裡面超過30款的餅乾口味 也可以做選擇 除了西式餅乾 還有中式Q餅 希臘餅乾 好香在餅乾裡 環遊世界 好吃又好香的餅乾 相信你剛剛隔著螢幕 一定也是口水直流吧 今天我們就要來做的是 客製化的喜餅 邀請到我們的職人 李師傅 嗨 大家好 看到您已經把兩團麵團 都已經打平在這裡了 對 我們今天要做造型的餅乾 LOGO也可以 我們都可以幫它做出來 就是他們有提供他們想要的模型的話 我們都可以做客製化的 我們一定要讓它表面有點乾燥的時候再壓 那現在是已經 現在是可以了 不用用那麼大的力 雖然它不會動 但是對 這樣就很漂亮 哦 好 不用很用力是不是 對 就稍微壓一下 好 力道難拿捏 欸 啊 怎麼沒有紋路 表示你沒吃早餐 師傅你剛剛一下說我太大力 一下說我沒用力 所以這就是經驗 好啦 一天 還不到一天喔 幾分鐘跟25年的職人 還是有差別 這樣可以嗎 以你的經驗判斷 可以可以 對喔 要有紋路耶 對 沒有 好啦 所以你看第一次壓法是對的 要很用力 因為這一塊也很用力 碰你就不用力 所以就很用力啊 找它起來的話 你為什麼放在鐵板上 就不一樣 好 它紋路比較淺 不對耶 我覺得師傅 理由都是你講的 你都很合理話耶 通常我們一天要這樣 壓幾個餅乾 一天一種造型餅乾 可能有一千個或兩千個 那我們造型餅乾 至少有二三十種 一天壓四五千個這個餅乾 對 驚呆了 難怪師傅會說我工作太慢 這個我壓四五千個 不知道幾點了耶 第二道關卡 就是藍莓小花餅乾 所以是要擠果醬的意思嗎 對 就是要擠果醬 你覺得虧本之後還會被客人嫌 說到底這師傅是不是有沒有睡覺 為什麼 我擠到外面來了 你們看到嗎 這個 原來是這樣 不要離太遠 你看我現在超級熟練的 是不是師傅 他說要看誰擠得比較快 但是他要先讓我四排 等一下我姿勢要擺 預備 開始 師傅你自己說 我跟師傅你第一次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好啊 你要說很好 很好 你怎麼會說還好 很好 今天很開心跟李師傅一起擠餅乾 這個主播奧多中獨家特製的餅乾呢 待會進烤箱之後 我們門市見 還記得嗎 這是主播剛剛手作的藍莓小花 在這裡上架囉 趕快來買吧 現在Angela呢 帶我們到門市了 看到這邊超級多餅乾的 餅乾樂園 有推薦哪幾款嗎 可以先拿我們那個夾子 然後就是可以夾那個餅乾 原來他除了賣盒裝之外呢 也有賣這個單顆單顆裝 你可以自己配耶 好香喔 他那餅乾的香氣 真的是撲鼻而來耶 像是我們伯爵紅茶的話 他這個茶葉非常的濃郁 最後是會有回甘的感覺 那像這個若神花塔的話 是蠻特別的 因為若神的口味比較 市面上比較少見 真的 而且你看他還特別做了一個愛心的形狀喔 愛心形狀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樂宵第一名 巧克力豆腐 樂宵第一名來了 哇 好香喔 他就是可能會覺得巧克力就是會很甜 尤其是手工餅乾 那其實我們家的甜度就是會沒有那麼甜 除了我們剛剛挑的餅乾之外呢 有沒有看到這一盒 有些東西很熟悉 剛剛我們自己壓制的花生就在這裡 而且剛剛師傅說很難的這一條龍 很厲害耶 鬚鬚云生的 就是龍飛在雲上的這種拍法 然後這是巧克力胡桃 看到有大猩猩跟小猩猩 過年限定版本 對 豬餅 雪花餅 是雪球 它是希臘的一個 也是餅乾的一種 它吃起來會比較入口即化 鐵河裡有龍的意象 中式小點西式餅乾 還有希臘餅乾 所以吃我們的餅乾就像 環遊世界一樣